干啥 叫八卦 倒门不是一个人 咱们外面是他们 大哥 来了 我认识那么大人的孤狼 想到了 田明月 这大点是怎么回事 这小混蛋 烧人指使 公兵有名故意指使他们追我吗 是法陆 你一定是法陆 前天军 我们并没有暴露身份 是我们遇到那里活人 怎么冒充我们黄昕 识破了我们身份 停止射击 叫对方暴露 停止射击 前天军 他们正会我们是法陆 绝对不会停火的 来 现在顾部上暴露身份了 快 查一下这个据点的 黄昕女头部叫什么 混蛋 这都是混蛋 绝阳 他们停火了 没死大了 兄弟们 再加宝进来 是 队长 他们好像在喊话 你倒要想 没门 晚了 老子今天终于点到一个大大的功劳 队长 你停 他们好像在喊你的名字 开枪 黄大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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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 听他们在做什么 黄大贵 黄大贵 他妈的混蛋东西 老子让你们听我 听我 是 是 没听见对面说的太均的话吧 黄大贵 前面这道封锁线 我们要过去 挺难的 老子不得行的话 我们就找一个路征嘛 别碎 竟给老子丢人 我轮给你丢来了嘛 咱说了 牵得那么多鬼子 我们要是过去的话 那就是总是 畜生 三虎 一会儿我跟吕秀文过去 想办法支开他们 你带着大家抓住时机通过封锁线 过了封锁线以后 一直往南走 我和吕秀文 会过来和你们会和 是 吴忠义 你以为小鬼子像伪君那么好骗呢 再说你问过老子同不同意了吗 走吧 你会同意的 自以为是的家伙 是 快 跟上 跟上 走 吴忠义 站住 走 杨豪怎么说了吗 这事还要我想吗 你心里肯定有数 那是 老子心里是有数 你就不怕我说日语 把你给卖了 我相信你 你知道什么事是最重要的吗 走吧 把你给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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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路是你们的 招待 把你给卖了 要把你给卖了 是 这 把你给卖了 你给卖了 就只有两个 一 八路 八路来了 进攻 走 八路 不要打了 快去队那两个八路 大家趁机过去 不是不是 快走 废吗 废什么话快点 鬼子追上来了 小华的八路 兵分两路 给我追 哈克 走 他们还追欣欧门 我说连小华子 就等到四爷爷的屁了 小四川 你现在怎么这么活步啊 之前是谁要说就地解散的 啥才活 咱们吴队长的怠惹之下 哪肯定是真 你给我贴他下来了 他都可以一手贴天 行了 你是谁的票 个马屁精 小四川 打仗可不能光靠一个人 我们是一个集体 缺了谁都不行 这是吴队长 我真的觉得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真的 你啥还可晓得 那就是加粒八路呢 你刚才打他们的时候 就跟你妈一样 哔哔哔 你给我给我 灯年死了 就是这个西文河头的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你 你晓得你对吗 小四川 你拍马屁也整个好词啊 我到时问问你 咱们队长像西文里的谁啊 我说了你也晓不得 我们这次能划险为宜 第一 只要是大家配合得好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们吕连长 吕连长的鬼子话说得那么好 这才唬住了鬼子 为我们的行动赢得了巨大的机会 这也没什么 就是比你多念了点书而已 吕大少爷能耐啊 看来当年吕老爷在你身上砸的 读书前没白砸 什么时候你也教我说几句鬼子话 没准打鬼子的时候 我也能用得上啊 别老瞪着我 行不行啊 吕老师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要说打鬼子 老子没二话 绝不手软 等打完了鬼子 咱俩的仗 是不是也该清清了 你听着 老子对你 也绝不手软 行了 行了 夸你两句又来劲了 队长 你看 隐蔽 穿得倒是哪个八路军的衣服 但这一次不知道真的假的 这儿离县城不远 在鬼子的房区内 这么肆无忌惮地走 多半是假的 好 既然又碰上一伙 就让他们尝尝真正的 八路军的味道 跟我来 了 Oi 全身重視 検索するんだ 見到這樣的陣仗 還不慌不忙呢 不可能是我們的隊伍 李小輝 讓他們放下武器 おい 全身重視だ 平均投げろ 我々是前田閣下的命令 八郎和食堂集進去 我正在這裡 我正在這裡 活動的八郎是在這裡 所以 責任職 那現在 平均投げ 検索送給你 那我放在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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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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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战斗 冲 大葵 留个火口 同志们 用咱们队长这个办法 打小鬼子是不是特别容易 特别好 是 队长 小鬼子敢冒充他们八路军 他们就用这个办法 让他们以牙还牙 是自食其苦 程宇用得不错 不过小鬼子也不是嫂子 上一两回当 他们就知道小心了 再说 鬼子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们现在还是不清楚 把你请拉着去 怎么样 问出来了吗 没有 他们只知道 冒充八路军 是去执行征量的任务 看来鬼子的意图埋得很深 靠这些虾兵蟹将 问不出什么结果来 难道 要去日军的指挥部 什么 姓武的 你以为就凭我一个会说日语的 咱们就能去闯日军的指挥部 抓日军的指挥官 逼他们说出他们的意图 你紧张什么 我就是这么一说啊 你紧张什么 我就是这么一说啊 谁紧张啊 谁紧张啊 我说了 我不会让任何战友做无谓的牺牲 拉倒吧 你这个人我最了解 你这个人我最了解 小鬼子这么大面积地冒充我们暴露军 一定会有统一的指挥 说得对 哪一队冒充的小鬼子 就负责哪片区域 他们一定是统一行动 要不然啊 全得乱套 虽然这些鬼子 不知道高层的计划 但是他们一定知道 他们的指挥官是谁 马上就到县城了 一定要把这个人问出来 前田的那个情况 你了解吗 他也算是我们的老对手了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小全的得力助手 这可就麻烦了 他竟然是小全的得力助手 恐怕很多时间 都会和小全在一起 要想从他嘴里掏出东西 恐怕 别闯日军司令部还难 我们得赶紧想一个办法才行 一定会有好办啊 要先试试 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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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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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把枪放下 放下 原来你们不是日本人哪 你瞎呀 你够日子才是日本人哪 看清楚了 这帮爷们 都是梁山好汉 还梁山好汉 家子 就是个刮兮兮 你 你问是 要揣个十分钟的裙打起来 老子刚跟小鬼子打完仗 这是缴获的战利品 没想到 在这儿遇到几个漏网子 老子要怎么说的话 让我们都是子鸡子 子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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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才肯定是自己人 这位好汉 你误会了 我们全都是八路军 八路 八路穿小鬼子军装 你你你听哪门口音 哪门哪是鬼子 你这样子 你这听起来我说这个诗话吗 仙人呗呗 哐嘻嘻嘻 哪个鬼子说的诗话 像我怎么喊 好 别 你好好别 你以为能骗那老子 是不是 小鬼子不轻如老子地盘 他总要找几个汉奸当想导吧 你们是不是他的响导啊 这是好汉 我们穿着日本人的衣服 是为了行动方便 我们的确全都是八路军 八路 这边是八路军 这边是鬼子 是八路投降小鬼子了 还是小鬼子投降八路了 这点好汉 再看我们确实都是八路军 别说了 都给我捆进来 说你的 没吃饭啊 看什么看 走 快 看什么看 没吃饭啊 快点 快开 开门 快走 快走 干什么看 干什么 快点 你们这边 都快点 你们几个借过 看什么看 快点 看什么看 进去 我可告诉你们几个啊 难道到了我们这个地方都老实点 不然把你们都给绑了 你过来 看好了啊 走 行了 别瞎琢磨了 就应该给你绑起来 省着你一天鬼主意那么多 姓吕的 你说什么呢 她是把你说就让她说吧 绑起来也没用 老少爷 你真的觉得把我绑起来有用吗 你忘了 那年冬天我砍了你们家两棵枣树 你爹派人把我绑起来在厂院里冻了一夜 我要是不会反手解扣的话 就被冻死了 都见不着大少爷了 我当然记得 第二天我爹把你抓回来 要用鞭子抽你 是我替你求情我爹才饶了你的 今天老子想起这事来都觉得后悔 所以说嘛 风物长一放远凉 以后你就不后悔了 队长 咱接下来咋弄啊 接下来咋弄 休息 你不累啊 走了这么长时间 我说领头的 你这一进来就四处乱看 打什么主意呢 大当家的这儿戒备森严 我能打什么主意 你多心了 国军搅我的匪 拔路借着保护老百姓找我的茬 小鬼子把我当成眼中钉 你说 这一根耗子尾巴三只猫盯着 我能不能留点心吗 大当家的一句话 把三条道上的车全保远了 意思是说 不管我们是哪一方的人 都别想讨到大当家的面子 是这意思吗 可是大当家都忘了 国共都是中国人 日本人是外敌 大当家一股脑把我们搅和在一起 是不是有点敌我不分了 我们是匪 国共日才是兵呢 你不招我们 我们也不招你 你要招了我们 我们还真不怕 正像你说的 这才叫兵匪不分 那大当家的想没想过 化匪为兵 也改改这躲来躲去的日子 过把堂堂正正 扛枪吃粮 保尽安民地引 这兵不打匪匪不打兵 兵不来 我们还能过一些安稳的日子 你说这要当了兵 不打不打一天还打三仗吧 就我这帮弟兄们 甭说吃香喝辣的 就这坚持的脑袋 都难保 我们打鬼子 就算是死了 那也是英雄 窝在这个黑洞里 就是繁衍上三代 他也是只耗子 鸡老子是不是 你们是哪个林子里的鸟啊 就让老子跟你们飞啊 打错算盘了 当心老子把你们毛拔了 蹲着去 老当家 鸟和鸟也不一样 我姓武 名忠义 人如其名 深就着脾气 就像天上的鸟子 见不得败类 砖捡地上的蜀被踩 小子 你说谁是蜀被 日本人侵占我们江山 抢我们的粮食 毁了我们的房舍 他们不是败类 是什么 谁在那自称鸟子呢 那你看你躲不躲得过我这条辫子 不然我就把你变成鸭子 好 这是我姑娘铁莲花 长话短说 想让我放你们 那是休想 那大当家的 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糊涂啊 我问你 八路和国军 什么时候马上 搅到一个锅里了 你们这都来路不明 我凭什么信你们的 大当家里 你跟贵二爷 还有生在草原行在海的时候 我们贵军跟贡军在一起 那是多正常的事情 不管是贵军还是贡军 只要在一起打贵子 那都是好军 就好比是你们两才好看 要是也打贵子的话 我们就是自己人 少骆驼 你们说八路就是八路 你们说国军就国军 是骆驼是吗 拉出来溜溜 大当家这是要考我 聪明 过不了我这关 我照样要你的命 一九三三年洗风口之战 中国部队夜袭鬼子 战士们人人背着一把大刀 砍杀鬼子数百人 这以后 鬼子对大刀对文风丧胆 不少人连睡觉都带着项圈 这一仗 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鬼子不会使大刀 只有中国人才会 大当家的要考我们的 是不是这个题目 嘴巴说得天花乱坠没用 闯江湖的人都知道 耍嘴皮子是虚的 功夫才是真的 如果你要有这个功夫 行了 废话少说 试试就知道了 好啊 那就考考这二位兄弟 大当家的发话 刀枪无掩 二位小心了 爹 我也想试试 刀枪 你不能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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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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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百业 请 队长 我看这铁大当家的是个爽快人 像个爷们儿 但是那个柳如酒 离养怪奇的 莫愣个怜 不知道脑子里想什么呢 人家在这儿盘踞多年 有自己的想法 这很正常 但是不管怎么说 铁大当家的和他那些弟兄们 也都是一些痛恨鬼子的中国人 就冲这一点 他们就是一支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 咱们现在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人手又少 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 别太计较了 八路军要有八路军的胸怀和气筒 明白 我怎么这么确定 我以为这个黑洞 就只有两个黑洞 那当然 你的黑洞 我不可能 很难 太多了 不可能 不怎么 你的黑洞 是 来 魏队长 魏队长 这个火点飞出来了 老老周 鬼子在具行列根据区里的一个消息案 他们已经从别的去到已经黑了 他们现在还击主的事情 就是要尽量改造地震 投研他们进攻行列根据区里的时间 咋摆了呀 我们就这些人 要拖延鬼子大部队 太难了 队长 你说话呀 咱们咋弄 大鬼 别打扰队长 让他好好想想 想什么 不用想 必须得打 打 咋打 队长 哪门偷袭他后前 不 要打 就得狠狠地打 凭咱们武功队的人数 是不足以阻拦鬼子的进攻部队 但是为了根据地的安全 必须要上 上一次 阻拦鬼子主力部队 也是实力悬殊 可我们还是成功地 掩护了大部队撤退 这次也是一样 都听着 哪怕咱们 全部战死在战场上 也要打乱小鬼子的步骤 不得心 我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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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从动啊 都穿着咱们八路军的衣服 十字几人 石老四 机枪连的 珊瑚 你认识 我瞅瞅 来 再见 石老四 石老四 老五 老五 珊瑚兄弟 可算找着你们了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那不是鬼子扫荡吗 把弹给打散了 后来 听说主力部队 转移到了新的根据地 我们也试着找过去 可是鬼子设了封锁线 我们冲了几次都没冲过去 后来 还牺牲了几个同志 这再后来 你们搞出了大动静 一夜之间 端了鬼子三个妖地 我想着 这肯定有咱的部队 这不就一路找来了 结果 真的找到了你们 我回根据地的时候 旅长还惦记你们 就担心你石老四牺牲了 我就说你小子 没那么容易死吧 你还欠我一瓶酒呢 你这可就不对了啊 我石老四生死未卜 你们就惦记那玩意儿 石老四 怎么造得这么狼狈 是不是根据地的群众 害怕鬼子不敢周记你们 你不知道 那鬼子使了毒计了 是小鬼子冒充八路争凉的事 可不是吗 鬼子太毒辣了 现在老百姓 听说八路来了扭头就跑 跟躲鬼子一样 小鬼子弄这么一出 是想偷袭咱们的新根据地 让咱们失去老百姓 对咱们的支持 一定要拖拖他的后腿 我振愁人少呢 你石老四就冒出来了 这次 咱们应该跟鬼子好好的干一场 对 一定要拖住他们 我给你介绍两个新来的兄弟 这位叫吕秋文 国军的炮兵连连长吕连长 小四川 国军的鲍武员 现在都是一起抗日的兄弟 这位叫石老四 我们八路军的英雄好汉 外号人称鬼见仇 就是鬼子见了他全罚仇 先会 你们是国军 能跟咱一块抗日 咱们都是中国人 怎么不能一起抗日啊 反正国军人多好嘞 你看吧 有哪有那么多人 为了要私自奔骨自然的话 到时候多几个帮手 多几个枪 好把手 这回鬼见仇来了 咱们会合在一起 不但要让鬼子发仇 要打得他们鬼哭狼嚎 走 大灯家了 莲华说话就那样 您可千万别生气 我能不生气吗 你当着外人的面 说好是怂猫 你这个姑娘你是你 大灯家 您做得对 这可不是什么争强好胜的事 那帮人 那是独木桥上唱猴戏 不要命的主 大灯家您是什么人 弟兄们心里清楚 您的决定 错不了 主角啊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那帮人 不让他帮助 要帮助 什么回事 你还不把你帮忙 你帮助 我没那么多 你帮助 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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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 陈老四 等会儿我一开枪 你就赶紧往回跑 跑一段路 就戳破一个猪尿炮 好 好 作为大队的先锋 我们必须知道 伏击我们的对手是谁 追 快 去 你过来了 好 我把路上的搬类也买好了 他们一时半会追不上我们 我得过去和三伙他们会合 要不然赶不上好戏了 你们赶快撤 在山谷接应大家 好 走 走 一会儿 几个位置轮流开火 不要让鬼子摸清楚我们的火力点 尤其是你 别打着打着就忘了 是 五八路的巡洞队在惊动骚扰 他们认识不动 迅速拿下 不要影响我们的神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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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佐課官 遊戒隊が辞めたようです すぐ人数だったから 殲滅か逆だか 先進しろ はい 行け 逐端 約 逐端 逐端 好 不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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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有 道可真是 豪猾的中学人 奴人士是不准的 先殺死 行 判断 行 八郎啊 把他八郎啊 小心 好 吴春意 说 鬼子上大了吗 鬼子没吃多大亏 也就咬了他们二十来个人 不过他们一向瞧不起咱们 肯定会追过来 到了这儿 再狠狠地咬他一口 啥子 还咬鬼子里的 这 这我们这几个人 你还想咬鬼子 兔崽子 闭嘴 鬼子上来了 准备战斗 来了来了啊 好大一块肥肉啊 打 打磨咬鬼子 去开销 拱 step 点盗 敬礼 来 aron 喔喔喔 打架 好 好 啊 啊 啊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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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略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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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差不多了 敌人的预备队就要上来了 咱们兵力不够 会被压制的 撤 走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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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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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能光想着自己够本 得替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把血债讨回来 对 三八年的时候 鬼子进攻河南 南门有不少实行地都参军了 而且牺牲了 南得替他报仇 这就对了 还有你的乡亲 我的乡亲 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不认识 但是被鬼子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国人 我们当兵打仗 就是为了这些人 向鬼子讨回血债 前队阁下 为何突然停止前进 这些中国人十分地狡猾 小心埋伏 派个小队前进大陆 是 派个小队 出 开了 开楼 报告前天阁下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 九合的中国人居然在这儿 没受下埋伏 和下 之前我们遭受过敌军的偷袭 没想到敌军的战斗力 没有那么强 他们全都是阴谋诡计 你属下认为 中国的军队 是在影响我们的行军 我想现在他们应该已经 退入到他们的根军地区了 在大日本皇军的绝对实力面前 八路军的任何阴谋诡计 都是一个基石 开楼 直到他们根军地 是 开楼 准备战斗 小德准 你个废物电线 离开楼 小德准 轻松 从小时 上司 利得 射射 多能费 老子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兵 只有你这种头 才会带出这种怂包来 小他妈废话 有这功夫多杀几个鬼子 难比你杀得多 那就是技巧 那可未必 优优独播剧场 上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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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刀 上刺刀 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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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刀 上刀 下刀 上刀 下刀 下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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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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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你报你的情仇 我报我兄弟的仇 队长 三五哥伤得太重了 必须马上爆炸 小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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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到 小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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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 小火 小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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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报到你爪子了 小四川 哎哟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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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情况啊这是 人 发生事与点打我 站住 站住 快走 开车啊 开车啊 开车 开车 快走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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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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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带哥 带哥 要打死你 老大是本事啊 跑啊 大哥 你最好看 这是造名啊 再跑啊 再跑啊 好 跑 我 散伙 三胡你说说话你感觉怎么样 是烧糊涂了 胜口必须赶快处理 要不然就麻烦了 都冤极你 你个王八蛋 你冲我嚷什么呀 我又没想伤他 他傻不愣得能自个儿扑过来的 三胡要是哥好胆 我怎么找你算账啊 三胡哥 三胡哥 休息一下 好 来 慢点 慢点 来 扶着 走啊 扶着 这前面应该就是田家村了 你到村里找点草药先救个急 是 注意安全啊 好 老仙 给你打听个事啊 那个 你不 队长 帮我身去了 安住他 是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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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杀啊 是个女的 你好嘞 欺负俺闺女 这些人是杀人哪 兔妃 八路 还是小龟子呀 管她是杀人了 欺负俺闺女 还就打你个狗儿子 你都杀了 都杀了 没出息 一个人也打不过他们呀 不忠 俺哪搬酒瓶去 别杀 别杀 老湘 你误会了 我们是八路军 别杀我 俺知道你们是八路 俺 俺不知道 俺不知道 俺啥都不知道 我求求你们了 别杀俺 别杀俺 哪门这名声啥时候变这么差了 老湘 是不是前一阵 有八路军到村子里抢东西 那都是鬼子冒充的 我们是真的八路军 俺啥都不知道 求求你们了 别杀俺 俺啥都不知道 我们只是想打听个道 这是田家村吗 那老湘 你回吧 俺 俺不走 俺走了 你们开箱打俺 有点像小四川 脑子有点刮 老湘 我们是八路军 八路军是不会伤害老百姓的 放心 回去吧 队长 那你觉着有点问题 咱还是赶紧赶路吧 三胡哥的伤得赶紧治啊 是不是真是个傻子 走 不 这儿 伤口 快 酒 就可以吃了 你的 你看 啊 你吃了吗 你吃了吗 就不吃了吗 我是我 你吃了吗 对 不是 你吃了吗 我吃了吗 你吃了吗 我吃了吗 我吃了吗 你吃了吗 也不知道这儿离最近的镇子有多远 不能再拖了 扶上了 大哥 我们真是八路 姑娘 我们真的是八路 不是抢粮食的 八路军什么时候抢过老百姓的粮食 那都是鬼子冒充的 你是被他们吓着了 是听说 最近有八路在附近村子里抢粮食 还杀人 不过俺看你们不像是坏人 这位大哥受伤了 对 打鬼子受的伤 老乡 离这最近的镇子有多远 我们要尽快给他弄到药 要不然很危险 俺家就有药 你家有药 俺爹拿回来一些药 藏在家里 说是值钱等着卖呢 那我们能不能买你的药 这得问俺爹 还有俺也不知道那些药管不管用 这样 你带我们去看看 要是药能用 我们掏钱买 俺爹跟俺一道出来的 俺先找找他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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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土匪 俺歹人就把他灭了 可是要是八路 要让药群知道了 这八路主的暗村 俺这个豹长可咋弄啊 好 俺爹啊 可能转到半道上 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我先比你们过去 大哥 俺叫许宁 你叫啥 我叫吴忠义 啥 你就是吴忠义 是 俺父女队长去区里开会 回来就跟俺们说你 说你是 宽宽厚厚厚四金刚 打得鬼子叫爹娘 那家姑娘跟了她 幸福日子万年长 快带我们去拿药吧 这边走 这边走 老爹 你到底看见没有啊 看了真真的呀 那到底是八路还是土匪啊 历志渊 还没有看清楚啊 要真的是八路的话 我替你向皇女请公 亲公就不用了 把他们念族就肿啊 这要是让皇君知道了 俺存藏了一伙八路 俺就是有把条命 俺也扛不住啊 你看你这个胆子 比那老鼠也大不了多少 陈长官啊 俺爹说了 单子消祸到老 单子壮藏乱缸了 这这这这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有这个我怕什么 他是吃素的 赶紧走 赶紧走 走啊 吴大哥 你们八路可太厉害了 你看像俺这样的 能当八路不 当八路警队会打仗 你会打枪吗 俺们会 你可以教俺呀 等你学好了 小鬼子也被我们打跑了 那时候大家就可以好好活日子 都是 跑哪儿去了 娘啊 娘 娘 娘 老天 你是不是看错了呀 错不了啊 那几年看见了呀 先回你家去 走 准备战斗 是 大家准备战斗 听长 有伟军进村了 三胡有伤在身 不能和鼎人缠到 要迅速解决战斗 然后赶快撤离 我们要赶快撤离了 吴大哥 吴大哥 里边来的那个 那 那是俺爹 那是俺爹 你爹 说你这事儿办了 那不是十拿九我那事儿 你巴巴的跑来报信干什么 你说我们这么大阵势 那不是白跑一趟了吗 你当我们保安团这些人 闲得发慌是吧 你也太心疼我们了我看 不不不不是陈团长 不不不都是安的错 都是安的错 都是安的错 对不起了 要不这样吧 安亲各位到安家 安北边耗里纠彩 好好的宽带宽带各位老宗 不是 老天 你也是个讲义气的人 我们这么一大帮的人 跟着你家撞悠半天 是不是 你想立功 你别拉着弟兄们白辛苦一趟啊 陈团长啊 前两天 俺家刚杀了一头竹 俺再弄着急 好好招待各位 把俺那好酒拿出来 给大伙宽带宽带 那行吧 你说我们这也拽悠半天了是吧 这村子里连个八路的鬼影子也瞧不见 那我们也就别白费功夫了 走吧 亲 亲爸 我给你打开 原来是你给他们杀烫 行天 你好好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俺 俺店里来的那个就是陈祖寿 俺真的不知道 他跑去告密去了呀 慕大哥 俺真的没有骗你们 他没有骗你们 我相信你 安 安林 你们从小路走 不行 他们正在村子里搜索 这时候出去 说不定正好碰上 三胡身上有伤也不能折腾 既然是你爹告的秘 他就不会把伪君 带到你自己家里了 我们就在你家里躲着 那安林 你们上爹屋里去 快走 队长 伪君出到钱家这边来了 准备战斗 陈太阳啊 陈平平 你可是鬼客 鬼客呀 咱今天啊 一定好好招待弟兄们 马上去就准备啊 小天 你是个讲义气的人哪 我和弟兄们就不客气了 那 挡上了 祝那儿 喜妮是吧 叔 回娘家了 这位是 叔啊 真傻男人 好好好 叫叔啊 叔好 好好好 你就是老田说的那个 坏地女去吧 我和喜妮回门来了 嗯 叔啊 他就是个木头人 不会说话 您别见怪啊 不要说了 快快快 快到后边准备去 杀鸡去啊 杀几只鸡 你们砍这板吧 快去吧 快去吧 陈团长啊 快 立板轻吧 好好好 走 快去吧 真香啊 博尔 来吧 过来坐吧 博尔 这新女婿回门 哪能站着呀 过来坐 过来坐 陪你叔我喝两重 俺听爹的 来 说想坐就坐吧 来来来 坐 老天 我怎么看你有点 不太对劲啊 爹啊 那事儿怨不着喜宁 喜宁一看叔来了 就问俺说 是杀那只打鸣的公鸡呢 还是杀下蛋的母鸡 俺一想叔不是来了 那么多人吗 俺就把俩鸡全给杀了 一只给外边兄弟们吃了 一只放这儿了 爹 都是俺的主意 我当怎么回事呢 原来你是心头的那两只鸡是吧 行了 老天 你也太扣门了 不就吃两只鸡嘛 这只要给黄军办好了拆 别说两只鸡了 那银元也是大把大把的呀 那是 那是啊 爹啊 你可得当心点 前些日子 海门村死了个宝掌 听说是八路 那叔在这儿呢 那人瞎说啥了呀 别别别 说 八路什么 阿叔啊 是这样 小半个月前的事儿了 海门村啊 死了个跑掌 听说是八路厨奸团干的 你是没看见 死的那叫个残哪 都给分了块儿了 村头一块 村尾一块 村西边 又找到一块 到现在都没找齐呢 那个残哪 你家在哪儿啊 俺们家 俺们家在周震附近呢 就两三里地儿吧 周震 自打上次黄军扫荡之后 这附近是出了不少流窜的拖拔路 搞得我们是一点都不安生 不过也没事 这也都是流窜的小股的拖拔路 成不了什么气候 只要黄军大部队一出动 他们立马撒丫子就跑了 叔啊 你那么一说俺就放心了 叔 来来来 喝酒 喝酒 好 喝酒 喝酒 好 来 爹 马上 你倒上 叔辛苦 俺先尽叔一杯 来 爹 喝呀 别光端着 来来来 到天 来 叔 来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叔吼吼吼啊 就是专门给叔刹的鸡 是 是